一家一家旅遊 我們剛剛由馬場站2號出口出來了 好像直走轉了 沿途也有很多指示 其實馬場站的一條街實在太長了 所以最好穩定你心意的餐廳 可以上網先看 那就會方便一點 如果不是 好像我們之前上網看的有兩間 一間是東邊一間是西邊 已經隔成10分鐘的隔程了 到了 這裡就是了 進去你可以看到很多肉箱和餐廳 因為這裡主要是做批發的關係 所以價錢比外面吃的更便宜 而韓牛的一家家是供應等於日本黃牛的A5 出名肉味濃郁 價錢大概是黃牛的三分之一 好多汗牛 好多汗牛啊 這麼大隻 新鮮牛的頭 其實我現在身後的這間石順汗牛 就是在香港人很喜歡吃的 農家的導演 其實這裡剛剛看到 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特別是本身已經製造好的 其實它背後是手切的 還有它有很多中文不同的部位給大家看 所以就容易點選擇 這些部位是常見用來韓燒 而且韓國人是喜歡吃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是一格的 這是兩格的 這是兩格的 這是等於A 這是等於A 這個和這個 混合材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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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選完之後 它也有很詳盡的教你 然後就可以選擇 餐廳 選擇燒肉的方式 總之有不同的種 這裡幫我切一些 牛舌 在這裡吃 真的完全不需要考慮價錢的問題 因為真的很便宜 這次終於有機會試到 傳說中的韓牛 很多人都有疑問 究竟和牛好吃些 還是韓牛好吃些 我吃過的和牛都不少 神戶牛 松阪牛 近江牛 米澤牛 非堂牛 順州牛 橄欖牛 蛋馬牛 我都吃過的 韓牛的味道都是大甜 肉味香濃 和牛入口是軟滑很多 而韓牛 有咬厚一點 如果你嫌日本和牛的味道淡 和油花太多的話 那韓牛可能是首選了 當然 每個人的口味都不同 不過 我和我男朋友一致都認為 和牛好吃很多 我們旁晚去到黃十里 來到這間寵物店 你會發現韓國寵物店 賣東西都真是挺漂亮 你現在最夠感 什麼事 買這個 作為貓爐的我們 當然是要買一些 靚靚的手信 回去讓牠們賠聚 原本想幫這隻貓 做實浪級造型 要怎麼做呢 就要買這隻了 牠是這裡的店主 原本打算去貝殼倉庫吃海鮮放題 因為有人已經去過那間餐廳了 剛好我們吃的餐廳 牠跟誰去呢 牠們跟以前的女朋友去 是啊 我決定死都不會去貝殼倉庫 這間你沒來過了吧 是不是下次以後都要問你 而隔壁的Key Coffee Company 除了提供香濃的寂寞咖啡 更加有自家控盤 賣上很漂亮的曲奇 可惜我們去到的時間 都是偏夜的 所以那些美名曲奇都已經賣光了 好冷呀 好冷呀 今晚真的很冷 好冷呀 照樣很不行 我們現在去對面 其實往十里站附近也有這間 不是附近 是6號出口就有這間 M6 裡面有超大的E-Max 好像是全首爾市內最大的 而且附近 在剛剛我們走過來的途中 也有很多小商店 因為附近就是大學 所以這區其實也有很多東西買的 好冷呀 好冷呀 我好冷呀 好冷呀 好冷呀 這裡很多discount東西 我覺得這種款子不太特別 但我覺得好像比起弘大的質素是好一點 看下去 因為始終是商場大減價 比起街邊的小店感覺上是好一點 天花是 什麼都可以買 好像意外一樣 韓國的New Balance 本來真的包多 小朋友鞋 超可愛 如果我有小朋友的話 一定會露買 這裡有DIY的設計 很漂亮 我可以做這些 尤其是大時大節 聖誕節、情人節 可以加上這些 最喜歡買完手信之後 其實因為有些食物類 可以分一包包給別人 用這些包包 或者這些包包 再加上一些帽子 看看會有一包給別人 人家收到都會窩心的 不用每次要一盒一盒買 很少看到有紋具 竟然這裡 買到很多 購物袋 小白 小白 眼睛 突然有眼罩 很少有它的東西賣 原來是 寫著 檢村 炸雞 我們現在來吃了 橋村炸雞 這間分店 就我們之前上次來的酒店隔離 9號已經浮沖了 我們就等去 就會走回來了 在弘大9号出口附近的桥村炸鸡 我们上次都来过的了 不过今次就要等很久 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想吃的朋友叫外卖最好了 起码不用在店铺等先 我们之前第一次吃的时候 是混合鸡是这种尺寸 是小到一个店铺 一字叉 已经差不多急促了 这样 很小 就是平时的三分 三分只有三分之二的尺寸 我男朋友还说 这些韩国炸鸡是一口鸡 全部都没杀肉 不过是真的挺好吃的 弘大一间非常好买的饰品店 店内的风格是手艺术文清风 就这样看上去是不是很像一个艺术馆呢 墙上还挂满数百款的饰品任你选 耳环、颈面、手链等等 非常有系统的分类在墙上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对自己风格的饰品了 今集的行程就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行程 可以在资料栏下载我自己编写的完整行程 大家在行程篇牌上面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会尽量解答的 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给个like 和share给朋友 按订阅和通知铃 就不会miss我最新的旅游片啦 下集是一个穷L之旅 我们会去首尔的望雨市场 食地到便宜价比食 还会去人气的天空公园 在秋天限定的芒草粉红波波球 记得留意下集啦 我们的网站traveler.hk 还有可以帮你计划行程的 想去旅行不用烦的话 记得上去看看啦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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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